歡迎回到健康日記 呂醫師 那例如說像鼻竇炎 如果它出現了什麼徵兆的時候 我們就要趕快去就醫 然後在治療的時候 又應該要怎麼辦呢 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圖 就是說如果 臉部腫脹或是視力模糊 就是代表說這個鼻竇炎的狀況 可能已經影響到視力 對 甚至到眼睛附近 造成發炎的時候 那這個是真的最危險 那另外就是說 如果我們的症狀 超過七天沒有改善 那我們會擔心說 有的是病毒性的鼻竇炎 會引起變成細菌性的鼻竇炎 那或是你越來越厲害的頭痛 那這個都是會擔心 那第三個就是說 我們受感染的這些鼻涕 其實我們可以把它醒出來 那這個鼻涕如果是在後面 讓它倒流的時候 有時候會比較影響 比較厲害的支氣管的發炎 甚至一些氣喘的一些發作 是 所以要怎麼樣解決 當然第一個 可能我們必須要考慮 是不是要動一些手術 那如果在吃藥 沒有辦法改善的時候 可能需要動手術 那再來如果症狀 沒有改善的時候 其實這個部分 我們的會比較擔心說 必須要調整藥 那有時候它的鼻竇炎 沒有治療好 有時候甚至會引發一些 氣喘的發作 會更麻煩 所以很麻煩就是 除了氣喘的發作 我們可能頭痛也會 甚至有可能它跑到眼睛的話 就會造成失明 就是後續一連串的一個作用 沒錯 是 那我的朋友就是比較可憐 他有一次抗生素 然後也有做那個電燒手術 但還是偶爾會復發 我想說 這是很容易復發嗎 還是沒有辦法根治 好 我想第一個就是說 接受手術 大概都是他的這個疾病 會比較久一點 才會去接受醫生的建議 不得已才要動刀 沒錯 那但是電燒一般 不是在針對鼻竇炎的治療 電燒手術 雷射手術 大部分都是針對 鼻子過敏在治療 那本來這個東西 對於一個體質的疾病來說 就不是根治的方式 那可能它就會 常常會容易復發 那以鼻竇炎來說 它有時候會是 剛剛我們第一章講過 它有很多是息肉 那息肉我們即使用動刀 把這些息肉清除掉 其實過一段時間 如果你的過敏的體質 非常的厲害 還是會再產生 只是產生的時間 跟產生的量的多少 會不會影響到你的不舒服 是這樣子 所以其實除了 剛剛莫講的這個 就是他朋友 然後用電燒手術 是為了要治療鼻過敏的一個問題 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滿常見的 就是有些人鼻中隔彎曲 那它也很容易鼻塞 這一部分如果說他做手術 把它處理掉了之後 是不是對於鼻動炎 也比較不容易產生呢 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 我們提供的圖 我們先看一下左邊 這個正常的鼻腔 這個中間的地方 這是鼻腔 那眼睛在這個地方 鼻痘就是其他的 黑色的這個空間 所以這個鼻中隔彎曲 就沒有 這個是一個很正常的 那這個鼻痘都有適當的 引流到鼻腔裡面 這個都是很正常的一個鼻子 我們看一下這個 右邊這一張圖 這個地方我們就可以看到 它鼻中隔彎曲 正中線已經歪向右邊 這個地方 但是這個地方它的鼻痘 我們看到眼睛上面 眼睛下面 這個腮痘的地方 其實都還不錯 所以如果你的鼻中隔彎曲 但是彎的角度是像這樣子 並沒有影響到任何鼻痘的 引流的方式的時候 基本上手術也沒有幫忙 手術只是解決 讓你的鼻塞 會比較改善一點 但是大部分的鼻中隔彎曲 都是這個樣子 而且大部分的人 都有鼻中隔彎曲 多多少少而已 都有 對 所以我們想說 這個彎曲的角度 鼻中隔彎曲的角度 如果不影響鼻痘的引流 不影響我們的鼻塞 其實基本上 動手術沒有太大的幫忙 就其實不需要處理就是了 除非太嚴重了 沒錯 那其實這邊 辛姐也要幫我們帶來 就是預防鼻痘炎的一些方法 可以自己做的 是 像第一個方法 就是可以用 像我們剛剛之前有說到的方法 就是吸蒸氣 或者是做一些熱膚 可以幫助就是鼻涕能夠暢通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不可以用力的醒鼻涕 然後而且最好如果 剛剛醫師也說到說 如果兩邊醒會不舒服的話 就一次醒一邊 那再來的話 用身體食鹽水洗鼻子的話 是可以幫助鼻涕流出來 讓減緩那個不適感 然後再來就是避免抽煙 或者是空氣不太流通 或空氣不太好的地方 是 所以其實要預防鼻痘炎 最重要的方法就是 找出真正鼻塞的原因 而且對症下藥 就可以降低鼻痘炎的一個發生情況 我們今天很高興謝謝 呂醫師 謝謝辛姐 以及現場的兩位觀眾朋友 我們健康日記 下次見 MING PAO TORONTO